这个是迷你双层蒸煮盒 它除了可以蒸煮食物之外 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卖点 就是它的食物盒是可以抽真空的 这样就确保你的食材 在回到公司或者回到家之前 就没有那么容易变坏 这个不锈钢的蒸煮盒 分别有一格和有两格 我们现在就做两菜一饭 所以我已经预先准备了排骨 然后我们先加蒸蛋 OK 我们就放下去蒸它 这个饭看上去就好像很干 但其实搅拌它之后 也不是真的很干 你看看 是粒粒分明刚好 另外排骨的话 你会看到 整个都已经熟了 但因为另外一边 我们是做蒸水蛋的 因为蒸水蛋的时间 比排骨的时间需要短一点 所以蒸蛋那边就会太老 而排骨就刚好熟 所以大家在蒸菜的同时 记得这两个菜要差不多时间 但千万不要蒸一些时间较短 一边就时间较长